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顽强的收涨于6700点以上 截至下午4点钟收盘的时候 澳洲200指数成功的上涨了0.6% 但是银行股 特别是西太平洋银行 在上周五的时候依然是下跌 接近于2% 这样一来的话 西太银行的股价也是处于过去9个月以来的最低价 那么在中国方面 上海和深圳在上周五也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上证指数跌了0.6% 深圳是1.3% 在欧美方面 英国上涨较多 有1.2% 法国和德国几乎是原地不变 美国三大指数在上周五有轻微下跌 跌幅大约是在0.1%到0.2%左右 那么这个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目前依然维持在1460至1470附近 油价则稳定在57至58美元 比特币价格 特别是数字货币则持续受到打压 目前的比特币价格已经跌破了7000美元大关 最新的报价大约是在6700美元一个 那么在今天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 昨天我们在墨尔本东区举办了一场大型活动 在这场活动中著名的国际十大分析师之一 戴若顾比先生也亲自参加了我们的活动 成为我们的特约嘉宾 给大家发布了非常精彩的演讲 相信有很多朋友们出于各种原因 或者是忙或者是有突发事件 没有能够来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昨天讲座的内容 那么事实上这一次讲座 虽然我之前已经工作了那么多年 办过很多次活动 但昨天的活动我不得不承认 是我在最近几年里面 个人感觉最累的一次 为什么说累呢 它不仅仅是体力上的累 我们从早上10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 整整7个小时没有吃中饭 那关键的一点 就是昨天第一阶段 也就是顾比先生的英文发言 我做了一个半小时的同声翻译 这个同声翻译 我本身以为并不是太难 结果后来发现 由于其翻译的速度要非常之快 因此我得非常关注的 或者非常认真的听他每一句话 之后立刻翻译出来 这个所需要耗费的脑力和精力 是远远超过了我的预计 那么虽然呢 最后这个一小时 一个半小时翻译下来呢 我甚至有点觉得精神恍惚 还好后面休息了一下 有Jacky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精彩的内容 要不然的话呢 我还真的无法这个集中注意力 那么在戴若古比的讲座讲话中 他也是说到了中美问题 包括了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 以及科技创新等等 那么在交易方面呢 他的一个核心观点是 他让我们不要去猜 包括他自己也不去推测 未来会怎么样 他说到呢 这个其实啊 现在股指 就是股指大盘 每个国家的大盘指数的走势 包括了外汇的走势 其实已经反映出目前市场 对于一些重大事件的判断 举个例子 比如说英国退欧 如果英国退欧这边 退欧派有明显的优势 或者是留欧派有明显的优势 那么对于英国的股指大盘来说 都会有一个明显的走势 不是大涨 就是大跌 但是现在英国的这个国家 股票的走势一直处于横盘 也就说明啊 包括整个市场和投资者 都对于英国退欧未来 并没有太大的把握 到底是留还是退 到目前为止 依然没有一个明显的趋势 那么对于澳大利亚 和美国的股市走势呢 顾比先生也说到 目前的这个上涨的走势 他预计在短期内 还将继续维持 由于澳洲和美国 依然处于一个降息状态 但是他觉得可能到了2020年的年中 或者是年底 美国股市将会有大的调整 也就是下跌 但是依然他的观点是 我们不要去提前猜 我们必须看到价格已经走出来 开始反转或者开始下跌 在这个时候 我们在交易策略上做出调整 才是最稳妥的做法 那么在他讲话之后呢 这个我们的90后明星分析师 Jacky和我本人 也给在场的听众朋友们呢 做出了从我们不同角度来说 是90后和80后角度的 对于投资和交易的分析 那么在Jacky的讲话中呢 我有一段非常记忆犹新 就是他说到啊 现在的90后和00后 很多人呢都在炒鞋 也就是我们这个炒鞋呢 不是你说是放盐啊 放辣椒的炒 而是炒作的炒 一双耐克的乔丹鞋 居然可以卖到1万澳元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两双鞋可以买一辆车 那么从这个鞋的 本身的成本来算的话呢 也就是一点皮 一点布料 几根鞋带 成本不会到50美金 他居然能够卖到1万澳元 你说他的设计有多新颖呢 他也是十几年前的设计 你说他产不出来吗 我相信在中国广州深圳 随便哪个工厂 都可以仿制大量的鞋 但他就是目前在被大家 炒到了1万澳元 当然了 我本人呢 觉得对于炒鞋这类的 绝对是属于短期高风险 而且我个人非常不看好这个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炒鞋所带来的影响 对于股票上来说 就意味着耐克公司 将会因此而收获巨大 毕竟 比如说 乔丹鞋只能由耐克公司来发行 比如说这个90后年轻人 特别喜欢的一些椰子鞋 则只能由阿迪达斯来发行 所以作为阿迪达斯 和耐克公司的股价 在过去的一年半 也随着这个炒鞋的风波而大涨 所以说这些观点呢 其实我从我的这个判断来说 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也非常感谢呢 这我们90后的Jacky 能够分享给大家这些 时代前沿的信息 让我们呢 也不觉得自己太落伍 当然了 我本人的风格呢 稍微偏向于稳健一点 因此在随后我推出的一些建议中 绝大部分是以澳洲的大盘股 特别是银行地产商业和一些这个商业消费股为主 那么呢 相信呢 如果大家对于戴若顾比先生第一部分讲话中 列出的戴若顾比的复合平均线和倒数线法则 有希望能够深入了解的话呢 我们将会在这个星期天举办一场小型 但是呢 比较深入的技术型讲座 如果您有兴趣想更多了解它的技术方案 或者说是它的技术方法 可以参加我们这个星期的小型活动 我们不会大规模的宣传 那么再来说一个话题 就是有关澳大利亚过去一周的焦点 西太平洋银行 我们知道上个星期 西太平洋银行遇到了比较倒霉的事 被澳洲的反洗钱法呢 指控它违反了规定次数达到惊人的2300万次 这也就意味着未来将会有 肯定会有天价的罚款 但是上周的节目我也跟大家说到呢 它肯定不会倒闭 因为以现在的澳洲经济状态来说 是无法承受一家大型银行倒闭 那么对于它的CEO来说的话呢 其实也比较倒霉 因为虽然说这个 这么说吧 在过去的两年中 这个CEO也公开说道 为了配合澳洲监管当局的要求 西太平洋银行增加了几千个额外的合规和法律人员 这些开支都大大削弱了银行的净收入或者是净利润 所以他觉得我这么配合你们 你们现在还要说 这个西太平洋银行违反了2300万次 实在是太不合理了 但是从监管部门的角度来看 就算你配合 但是你在16年到19年这三年时间里面 的的确确是违反了规定 而且次数这么的多 当然 我们知道的大部分的这些违规啊 其实是一些小额的国际转账 绝大部分是从菲律宾来的小额转账 那么从银行的CEO的角度来考虑 也许或者说很大可能 它的确是无辜的 毕竟你说这一百两百三百美金的转账 银行能赚多少钱 也撑死了就是五块十块 那为了这些小钱丢掉自己的这个职位 甚至于让银行股价跌百分之二十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做得出来 所以很多人呢 其实咱们客观的来说也知道 可能呢西太平洋的高层并不知道 有这么一个漏洞 但是从政府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 事情已经发生了 损失已经造成了 股价已经下跌了 不能就那么白白的就算了 必须要有一个人或者是一批人为此而负责 所以说对于上市公司来说 股价下跌百分之二十 是没有办法交代的 很大的几率 西太平洋银行将会重新改变 其董事会的人员结构 或者说它的CEO现在来说 有很大的几率将会被被迫调整退休 当然了 我个人角度来看的话 西太平洋银行依然是澳大利亚第二大银行 而且它未来也肯定不会倒闭 所以说这一次的下跌 或许对我们投资者来说 当它开始止跌反弹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重点考虑 可以长期依然是看好它 还是那句话 澳洲的银行业 四大银行目前依然是垄断地位 只要这个垄断的格局没有被改变 那么他们的盈利模式还将会持续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GoMarkets每日快讯的内容 刚才也说到 在这个星期 我们12月1号的时候 将会在墨尔本举办一场小型的技术讲座 重点就是说的是 顾比先生 他成名之作 也就是顾比复合平均线和顾比倒数线 在股票指数 外汇和黄金上的应用方法 欢迎您到时参加 您可以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或者是咨询我们小助手 报名参加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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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